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结束了量化宽松 开始美元用100亿美金的速度 在收回资金 那欧洲央行什么时候结束 什么时候开始收回 昨天德拉吉公布了一个时间表 那这个时间表反而刺激了金融市场 所以我们看到昨天晚上 欧洲股市出现了进驻行情 那欧元是直接出现了重贬的发展 你从结论就可以知道 昨天欧洲央行 它不仅没有退场 甚至还延长了整个QE的政策 那这边我们就要讨论 第一个 这个全球央行的基础货币的发行总量 到底何时会进到转折 在昨天美国财政部已经公告 10月份收回100亿基础货币的QE紧缩 已经提前完成了 所以全球的货币基础 基础货币它的增量 会在什么时间 进到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转折 我们今天要做一个讨论 那另外要跟我们切身有关的 就要讲到台币了 我们看到美元在昨天晚上刷新了近越来的新高 随着美国的实质利率 市场利率跟全球市场利率进行拉开 美国变成了高息货币 美元甚至变成了高收益报酬的投资货币 而这个倾向使得美元越来越强 我们要从利差观察 第一个美元跟德国利差看欧元 美国跟日本利差看日币 美国跟台湾利差 似乎已出现了 台币在今年第四季 可能会趋向贬值 甚至重贬的发展 怎么做解读 我们请教三位来宾 第一位请教的是 我们的资深台记者 丁万民 第二位请教我们的分析师 陈宇龙 第三位请教我们知名主持人 这个大K 曾幻文 我们今天广告先回来观察 到底在全球四大央行当中 欧洲央行昨天拍板定案 整个QE政策 稍微的减少金额购债 可是延长了购债时间 那市场出现了一个 庆祝行情的反应 这个庆祝 值得庆祝吗 到底要庆祝什么 这样广告 我来告诉你 我们接下来表 就是歌式退场 一般来讲 音跟歌 在什么叫音 就是一般来讲 利率比较紧缩 或比较保守的央行 叫音派的一个立场 那歌派立场就是 通常是等待经济数据的明显变化 再做进步的动作 所以这个音跟歌 是个主动跟被动的关系 音派会是主动面对经济的一个物价压力 歌派是被动等待物价压力 再做反应 所以音跟歌是个主动跟被动 那歌派对场是代表欧洲央行 决定进一步等待物价的数据 再做动作 所以我们看昨天的结论 这个结论慢慢要衍生到 包括了全球央行的态度 以及对于欧元 对于日元 对于英镑 甚至台币下波发展 因为我们看到今天 其实包括台币也出现贬值 而美元大幅的谈升 会谈多久 我们先看昨天欧洲央行的一个QE的观察 先看到一个是量 一个是价 我们先看价好了 这个主要的价 就是央行的官方制造利率 主要的债融资利率 维持百分之零 隔夜贷款利率 维持百分之零点二五 另外隔夜充管利率 维持在负的百分之零点四 所以从价来做观察 欧洲央行是维持不变的 但大家本来就关注了 不是价的部分 观察的是欧洲央行的QE态度 因为美国已经说表了 官民应该知道 10月1号从2008年 美国的资产负债表 在雷曼破产风暴之前 8千多亿 不到9千亿 一路的扩充到QE4 已经来到4.5兆 将近三兆美金的 超过三兆美金的基础货币 给全球透过杠杆 创造了非常漂亮的股市容器 房地产容器 美国已经结束了 美国结束之后 欧洲什么结束 因为欧洲结束之后 就轮到日本了 所以大家很关切 昨天晚上 欧洲央行的利率会议 第一个 这个QE的规模 当然没有美国减金那么好 大家只在昨天晚上的 欧洲央行的记者会当中也谈到了 所以可能还没有说表的问题 可是购债QE量化的规模将从600亿欧元减少到300亿欧元 可是昨天市场反映最大的是年限继续延长 延长到明年的9月份 那未来观察需要可以做进一步的展研 就是因为这个延长的动作 所以使得市场对于欧元央行的态度是非常非常的兴奋 所以我们看德国股市昨天整理了一个多个平台被突破 德国股市昨天创下利益新高 而且大涨涨点超过了170点 那欧元是重点的 为什么 因为欧元的供给量持续增加 观众注意到 因为货币供给增加 需求不变 那当然就跌 这个供过于求 所以欧元昨天是大跌的 欧股是大涨的 那债券市场也受到激励 所以昨天得债的利率是大跌的 德国国债的价格是大涨的 好 观众这个是结论的 所以我们看到 从市场反应当中 就觉得这一句话 非常非常的平和 对于炒股炒房 似乎至少在货币面 跟央行的角度跟视野 似乎是非常非常乐观 好 观众我们再往下观察 那到底这句话多重要 好 观众我们分成两条线 一条是白色框框 白色框框 一条是蓝色框框 蓝色框框 这两条线要分清楚 白色框框是本来 欧洲央行的购债规模的计划 那蓝色的框框 是新公布的 方案的调整 所以观众注意到 原来白色框框是600亿欧元 600亿欧元 600亿欧元 一路买到今年年底 到了明年开始 明年开始要进一步做缩减 然后明年要做缩减 缩减到400亿欧元 这是原来的计划 这原来计划 一直进行到明年的第二季 那新公布的这个计划 就是蓝色框框 维持600亿到今年底 可是明年开始 本来是400亿欧 他只购买300亿 听起来少买100亿欧 就等于说 站在欧洲央行立场 每个月本来要释放 额外释放400亿的基础货币 现在只变成300亿 那不是利空吗 钱变少了 不是 他把这个计划延长了 延长到这边 多延长了三个月 所以从整个角度观察 大家认为 既然延长了 欧洲央行要启动缩表 至少 至少可能到2020年了 你知道吗 就这个可能要走到 中华人民共和国 建国70周年去的 就走得很久了 所以大家觉得 欧洲央行没有QE缩表的意思 所以市场开始做一个利多的反应 可是观众我们要注意到 因为事实上 这个问题 我们今天下的标题很凶 连台湾央总裁 我们也感冒大不会 直接开始抨击 因为事实上 我们先从一个新闻做观察 这是全球最大的对筹金 桥水创始人达里欧 他提到一个重点 全球央行的目的 目标跟定锚 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他提到 现在以美国为例 最富有的前40% 跟最贫穷的60% 他不是用2080法则 他是用4060观察 就是有钱人最有钱的三分之一 跟其他比较贫穷的三分之二 这个贫富差距越拉越大 为什么 观众我们就回到前张图来观察 因为事实上 所有央行 包括上周 央行的一个相关的说明当中 我们都看到一个非常离谱的现象 央行看什么 央行看物价膨胀 我们这边用什么 我们这边用四条美国的线 第一条线 跟观众说明 这是FED的资产负债表 就是基础货币的宽松量 从2008年世代开始 大概9000亿不到 0.9兆 沿路膨胀到今年10月 4.47兆 整个FED的资产规模 膨胀了397% 基础货币 透过货币杠杆 包括了商业杠杆 包括了财务杠杆 在市场上 可能变30兆美金的一个额外的增量 但我们注意到 事集到什么 第一个 美国股市 美国道琼指数 在这个阶段 涨了263% 它们之间出现高度正相关 另外我们看一下 美国房价的中位数 是涨了51% 我们指的是从2009年 到现在 房价也涨51% 另外我们要观察 就是工资 那工资在哪边 工资在这边 这是以美国全职 Feed Time的 就是正式工作的周星 从2008年第三季到现在 这8年的时间 9年的时间 只涨了7% 所以先问题来了 就是各国央行看到什么数字 他们看到这个数字 去调整这个结果 就是通膨不起来 工资不起来 去调整了货币宽松 可是事实上 达里欧讲的什么意思 就是事实上最重要的是 金融资产的泡沫 可能会引发下一波危机 大量的货币宽松 事实上并没有帮助到 普遍的劳工 我们回来讲彭台南 彭台南的弘扬逻辑 过度仰赖 主计总处的CPI 做过度仰赖 工资的成长 可是却忽视了 台湾股市大涨 房地产的飙升 而这些产生的排挤效益 其实最后并没有发生在 普遍一般的中产阶级 或劳工身上 所以我们再回来看 达里欧的一个逻辑 因为达里欧提到 整个年准会 仅依照统计上的 平均值制定政策 包括了CPI 就是消费者物价水准 这会出现一个 非常严重的错误 就是彭华南 每天待在他的家里面 他不感觉人间疾苦 关门彭华南不要只去 大安生定公园慢跑 因为大安生定公园慢跑的人 都是有钱人 彭华南愿意去 人安路四段看看 你去宗孝东路五段走走看 你会宽到台湾的地面 一片岛 其实景气非常非常糟糕 倒最大的原因 当然第一个是需求不张 第二个就是成本太高 这个房价 房租成本过高 都使得台湾的景气 变成一个非常扭曲 需求不足 供给的成本压力极大 所以我们看到 他提到什么 第一个 从整个富有跟不富有 他们的财富的比例 越拉越大 不管是从35到64岁 还是看到 这是过去 还是看到现在财富占收入比例 其实贫富差距是越拉越远的 我要请外民哥做观察 童话男的问题 跟德拉吉的问题一样 为什么 因为昨天晚上我全程看了德拉吉的记者会 这眼睛 我跟讲德拉吉眼神之锐利 像是鲨鱼眼 什么意思 德拉吉 光明去看德拉吉演讲 他的眼是没有眼神的 就像鲨鱼的演讲 没有眼神 光明有表情 会笑 眉毛会皱 可他眼睛完全是鲨鱼眼 这个很特别 观察你看德拉吉 仔细看 你看全程 我昨晚看德拉吉 最后就不看他讲什么 我就看他的表情 因为我越看越惯 这德拉吉眼睛像假眼 所以为什么回来用下彭安南 有一个非常不礼貌的 全球样商总裁 眼睛都坏掉了 他的体感温度是零 完全感受不到 现在景气的扭曲 而这个景气的扭曲 使得投机跟食物业 越差越远 您的观察 这个全球央行总裁 他不是说眼睛坏掉了 他是患了一种 是四线狭窄症 因为央行的总裁 不管是德拉吉 或者说彭怀南 我相信他们接触的人 都是权高位重的 或者说腰残万贯的人 所以一般老百姓 对不对 或者说一般人 因为物价上涨 所带来的苦痛 他感觉不到 这个杜甫大家都知道 是唐代的诗人 杜甫大家都知道 他是非常贫困的一个诗人 他以前就写过一首诗 就是说街头酒驾 常苦贵 就是街头卖的酒 我经常感觉到 非常贵 让我感觉到非常 喝酒非常痛苦 方外酒图吸醉眠 就是外面 看到那些喝酒的人 现在已经很少有人 喝到醉 可以睡觉 对 你知道吗 喝不了那么多 对 喝不了那么多 招来就喝一斗酒 就有一天他突然 对不对 这个心血来头 狠狠地喝了一斗酒 恰有青铜三百钱 因为那个时候身上刚好有钱 有这个青铜三百钱 他可以买一斗酒 对 你看一身酒就是三十千 在古兽来讲 这是不小的负担 我为什么要举这个例子 杜甫是一个穷困的诗人 诗人经常要激发灵感 就是借酒交仇 仇更仇 然后这个文诗全有 对不对 他可以写更多诗 不是啦 你这故事完全是乱掰的 据我更了解 以白跟杜甫是混酒店 关门你总的意思吗 今天我跟大K 大K我们没去过酒店 我们去酒店好不好 可是去酒店很无聊 旁边那些辣妹 你摸不敢摸 碰不敢碰 可是要逗妹笑怎么办 找丁万民 为什么 因为丁万民会迎私作对 古代的青楼女子 看到了丁万民般的 李白跟杜甫 嗨爆你知道吗 因为随时都可以迎私作对 所以事实上杜甫就是标准的酒咖 自己没钱喝酒 每天等的大K跟世光 找他去喝酒 去青楼 去酒店 来逗妹高兴 可是酒太贵了 所以杜甫就 没有人找他喝酒 为什么因为多一个杜甫 多一个丁万民 酒钱很贵 这个酒钱比那个小费还高 所以杜甫就没钱喝 没钱喝 导致唐朝的诗词文明就下滑 因为没有时间骗妹 所以没有时间就作诗作词 李白杜甫都是骗妹的 你也是患了视野狭窄症 你是看到他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候 他们两个不在一起的时候 那就不一样 就李白很有钱 他到处云游四方 到处逍遥 不怕没有钱喝酒 杜甫没有办法跟李白在一起的时候 他要自己掏钱买酒 所以他会经常为了酒价太高 感觉到非常痛苦 所以酒价太高还是导致唐太失词文明的下滑 对对对 这是另外一回事 这可能要深深的研究 但是这个量化宽松 所造成的所谓物价波动 对穷苦人来讲 的确是比较重一点 我跟大家看一个数字 这个是我们的主计总处 做的这个调查 他从2009年开始到2016年 2009年主计总处 做物价调查的时候 他开始分所得阶级来分 就是最低的20% 最高的20% 然后中间的60% 你可以看出来 这个黑色的这个线 深色的这个线 在最上面 他这个就是所得最低的20% 物价压力很大 他们的物价压力 那灰色的这个线 刚好是所得最高20%的人 反正感受压力 感受的这个压力 那试试看 你可以看出来 这个就是总体的这个物价上涨的时候 有钱人跟没有钱的人 他们的这个差别 比如说2016年好了 最高的20%的人 他们的物价通过膨胀 只有1.15% 对 但是最低的20%的人 他们是1.65% 多数只要物价上涨的时候 对不对 一般来讲 低收入的人所遭受的痛苦 是比较多一点的 相反的对不对 你可以看出来对不对 反而是经济 不景气的时候 比如说2009年 对 物价下跌 下跌0.43% 那这个有钱人 是不是下跌 0.97% 对有钱人来讲 物价对他们的感觉 其实是不多的 你知道吗 因为有 对听穷人来讲 他几乎比如说赚2万22K 他几乎22K都花光光 所以哪怕只涨1.0几 或者说他跟有钱人之间的感受 数字上看起来是0.0几 但是实际生活上的感受 那是完全不一样 因为有钱人经常一年的财户 就增加了百分之好几百 或者说好几倍 至少百分之十几二十几 都跟得上物价水平的上涨 但是有钱人 但穷苦的人可能对不对 十年薪水也没有涨 就像刚刚世光讲的 现在的央行 他只有看到有钱人 他们需要在金钱市场 在金融市场中去套利 但是他没有看到 一般庶民生活上 因为物价的波动 所带来的痛苦 我前两天就看英国金融时报 就有篇文章 就说欧洲央行不可能说表 为什么他讲各国央行 或者各国政府 各国财政部 目前来讲 为了满足财政上的需要 还是急于举债贷款 欧洲央行必须发 或者说维持一定的宽松 才能够满足各国政府 发债所需要的货币 跟大家再看一个事情 这个是美国所做的调查 他从1990年到2015年 学费涨了338% 然后医疗费用涨了167% 现在其实我们一直都强调 现代国家有一个很重要特色 教育是人的基本权利 你看看学费涨了338% 这个对这个没有钱的人来讲 这个基本权利 基本上是受到很大的伤害 医疗也不用讲了 医疗因为你要活下去 随时可能会生病 这也是你必须开销的钱 结果涨了167% 相对的新车反而是涨得比较少的 这个是标准CPI的水平 就是说平均CPI的水平 远低于医疗跟学费的涨务 其实这个现象也在台湾 也有出现 你可以再看一件事情 就是美国人所做的调查 前面这两个虚线是收入前5%的人 他们所得增加的幅度曲线 深蓝县是前20%的人 他们所得增加的曲线 然后你再看出来 底下60% 40% 20%的人 他们所得的增幅 明显的就跟不上上升社会的人 现在的央行 所以我就讲说 量化宽松这个事情 是穷人玩不起的游戏 在必要的时候 我认为德拉吉 他还是必须下狠招 对不对 进行说表 可是他对于进入资产泡沫 观众我们就用另外一个思维做观察 小炳德讲的生产三要素 土地 资本 劳动力 任何人创业 土地包括像房东 电租 这叫房租就是土地 那有时候包括土地来自资源 煤 矿源 物料 另外资本 创业一定要有本钱 这就是资本 第三个 创业要人 要劳动力 不管是你自己的薪水 集委成本 还是请员工 所以所有创业 基本上在经济学当中 它就有三个要素 你的土地优势明不明显 你有没有资本优势 你有没有劳动力优势 这是经济学逻辑 可是我们把它粗略变成 假如它是会计学 当然就是会计学 今天开业总成本一百块钱 请问跟土地有关 像电珠占几% 那另外是资本 你拿这个钱 跟亲友标会进来的 利息要占几% 另外你准备付出去的工资 占几% 只要用会计性的逻辑 官方就很明显 这是资本涨那么多 这是土地涨那么多 都涨那么多 那什么不能涨 就是工资不能涨 所以官方 因那么多钞票 其实它是一个 很简单的逻辑问题 你只要把股市打挂 把房地亚打挂 那么多的钱 势必会往消费 跟劳动力成本 开始转移 所以很奇怪就是 当货币政策 没有配合财政政策的同时 就会出现这种怪象 我们再回来看 达里奥 他的一个计算 我们也帮他做一个整理 FED的整理 美国最富有的前40% 他们用什么 他们总资产 大概是169万美金 其中房地产31% 股市27% 另外还有债券跟现金 所以基本上 他们的投资 就是房地产跟股市 就占掉六成的总资产 那穷人呢 穷人的最重要是不动产 其他什么都没有 光是房地产就占他将近 一半以上的总资产规模 那我们回来看负债 那负债当中 有钱人都是做抵押 72% 可是穷人在教育 就学贷 车贷 跟信用卡贷款当中 他的比例就明显的 比富人来得多更多 所以目前整个货币政策失控 只会让股市继续繁荣 跟欧洲景性会变好吗 我要请教大K 我们要看另外一个图 就是增量的消失 我们还是强调 美国的QE缩表 在昨天财政部已经公告了 10月份的100亿的减量 已经随着债券自然到期 财政部还美国钱 已经紧缩结束了 就是10月份提早了5天完成 所以我们这边有几个图 包括了美国 美国是蓝色的 所以在过去几年的QE之后 未来几年美国的基础货币的发行量 会越来越少 好这等于我们下一段讨论问题就是 当美元供给减少 美元需求不变 或美元需求增长 供不应求的时候 会不会使得美元长期走升 这我们要讨论一下 那另外关注一下 还有包括像欧元区 还有日本区 因为最大块就是欧元区 还有日本区 2014年之后 其实欧元取代了美国 成为全球最主要提供股市 跟房地毯子弹的央行 那日本也是第二 所以他们两个 透过了国际的换汇跟贸易 把这个子弹提供给全世界的 股市房市的吵架 可这个格局 目前经过美国的FED缩表 加上欧洲央行最新公布的政策 大概到2018年的第四季 黑色线 黑色线就是所有央行总计 所有央行总计 2018年的第三季末 第四季初 将会出现一个关键的拐点 就是全球基础货币的增量 将会由正转负 您的观察 其实基础货币的增量 如果按照这个图来算 到明年的第四季 基本上就会变成只有存量 没有增量 但重点是 即使昨天的这个德拉吉 他们基本上还算是 因为他还是习惯 生活在舒适圈里面 没有马上要做这个 减码或缩表的情况 还是继续做宽松 但我们昨天有跟大家讲 现在全球的央行里面 这个包括下个月 可能英国跟韩国 都可能会进入 升息的这个联盟里面 所以未来这一场 这个货币的这个增量部分 确定会越来越少 这是第一个重点 但是我们要回顾一下 从2008年到现在为止 到底这些钱跑到哪里去 额外这些钱不见的时候 哪一些资产影响到最大 我们来看一下 画面上有两个图 这个深蓝色圈圈是现在的 这个资产的规模 浅蓝色是2008年 我们先看一下美国的部分 美国的FED的资产负债表 2008年的时候 大概是0.9兆美金 那最近来到是4.5兆 增加了大概3.6兆 就这大概从08年到现在 增长了快四倍 那另外最多跑哪里 大家可以看股市的市值 股市的市值 从原本的7.9兆美金 快速增加到21.2兆 大概是增加了13.3兆 大家想看 美国的FED的基础货币 增加3.6兆 但是股市的市值 是增加了13.3兆 对 1.4的概念 对 1.4 相对时间你看一下欧洲部分 欧洲的这个央行的资产负债表 从1.5兆的欧元 变成4.3兆 是增加了2.8兆 对 欧元 那股票的市值 从3.7增加到8 是大概增加了4.3 所以大概是2 1.5倍 对 将近2倍 好 这边我们就要做提 就是我们昨天有提到 其实我们2018年以后 投资会大变化 因为你想 刚刚大K提的这个数据 是1.4倍 FED增加 1块钱 股市市值增加4块钱 它就是一个线性关系 关门有 当然这个线性会飘移 但就是线性关系 所以现在来了 FED开始缩表 每缩100亿 等于美国股市市值 要减少400亿 这就很残酷 为什么因为亚马逊说 减我吗 我股票跌好不好 不愿意 Google说我跌好不好 当然不愿意 那IPO说我跌好不好 不愿意 麦当说我跌好不好 不愿意 可是重点是 总市值这个饼就变少 一定要有人跌 一定要有人少吃点饭 谁跌呢 关门有 这可能就是一个选择问题 增量不见的时候 开始变纯量竞争 就像美国那个饥饿游戏 只有互相屠杀 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我活的必要条件 是你死定了 关门有 这个纯量竞争很残酷的 对 其实这几个表格来看的话 包括像企业债务跟经济产出 其实都有增加 但是就像你看这图像最明显 从浅蓝色变成深蓝色最大的 其实就是在股市 而且是美国股市变得最大 所以代表未来这个既然已经没有增量的话 又要从原本的深蓝色慢慢的回去 浅蓝色这个部分 大家要特别留意 刚刚讲到这个ECB的记者会 其实我昨天回家比较晚 我也稍微看了一下 其实我每次看到这个德拉吉的记者会 我都会觉得很好笑 因为一群欧洲人 大家用不是自己的母语 在开记者会 然后我想德拉吉常常在 讲话停顿的时候 应该是在想说 这一句话的英文要怎么翻 常常你会发觉 他很多的智慧跟词汇 都是在重复的使用 我是觉得这是很有趣的现象 虽然他记者有问他说 他赞不赞同美国的这个 这个说表的情况 他说他觉得美国的方法太激进 他觉得还不太适合 可是我觉得你用美国的 还在用美国当成你们官方的语言 却是在批评美国的政策 这是一个蛮有趣的现象 但是重点是 为什么说他没有办法脱离 这个QE的舒适圈 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欧元区的GDP的表现 很不错 已经连续17季的正成长 那感觉上这个经济是有在成长 但是他建筑在什么样一个底下 大家不要忘了 这个摩根大通他统计 其实到目前为止 欧元区的国债的负利率 就是利率在零以下的 还占了大概36%左右 算最高的时候是在2010年6月的51% 就是有一半的国债都是负利率 现在还有将近36%是负利率 代表什么 这连续17季的GDP成长 完全是建筑在资金不用钱的成本之下 但是这以经济学角度来看的话 不可能是这样的维持下去 一定是你经济成长 然后利率跟着走高 不可能说我一直用负利率来支持 他等于用变相补贴 剥夺储蓄者 去支持借款者 没错 谁是储蓄者 我跟你都是 谁是借款者 我们不要怀疑 郭台铭就是 郭台铭是台湾欠钱欠最多的 但他资产比负债大很多 我们只看负债他越多 他杠杆是很大的 买Shop也是负债 这次本来买Toshiba 也是要贷款 所以等于是各国样去补贴 郭台铭去购并 那郭台铭还算正派 那负面的 你像贾耀廷 乐视 你像王健林这是可惨 所以事实上这种补贴 有时候是扭曲的 就很多人就是开始乱 简单讲就是资金的泛滥 跟利率太低 我再举一个例子 其实很多的公司想说 未来可以去美国上市 是一个非常 也许是光荣的事情 但大家知道其实美国股票交易的数量 大概到目前为止 大概有三千五百家 我为什么要举这个例子 之前最高的时候 大概还有来到五千五百家左右 过去股票上市是为了 我要筹资 我要借钱 我要盖厂房等等 现在不用上市就可以借到钱 因为市场上油资太多 利率很低 我直接去银行借就好 我不用透过股票挂牌的方式来借钱 所以这也代表油资非常非常多 这是一个问题 上个月其实有一个 美国的投资的传奇人物 这叫做格雷耶斯 他是之前预测 精准预测到量化宽松政策的影响 他有预测到量化宽松 对市场的刺激 没错 但是他讲到几个数据 我觉得大家可以稍微参考一下 我觉得看得非常可怕 第一个 他说全球的债务 目前高达230兆美元 而且这230兆美元 基本上是还没有在利率正常化 就是利息还很低 我们昨天一直在讲说 全球利率的如果拐点出现往上的话 光利率这么低的时候 这230兆你就可能还不出来 如果未来利率往上的话 这230兆的债务一定会往上做膨胀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他说 现在很多大多数的工业国家 还不是新型国家 工业化国家都靠量化宽松在支撑 就我刚讲的 刚刚欧元区的GDP 连续17级正成长 就是这样的底下的一个产物 另外他说 现在还有20几个国家的利率 都是在零或是以下 这也是属于不正常的 那他也提到 全球衍生性商品的 这个规模像是1.5兆 他举例 他说现在只要有一个交易对手 突然倒闭 就像这个08年的Belliston一样 只要有一个倒闭的话 这一样会形成一个骨牌 骨牌效应 那这也提到这个全球银行的这个 我不知道他怎么算 但是他说杠杆率高达20倍到50倍 这都是非常可怕的 那他特别点名到 股票跟债券还有房地产 是所有泡沫最大的一个地方 好 我们就要进一步做观察 我们先进一步往回来做掌握 因为从昨天欧洲央行的 这个货币政策的决定 那当然前面有些批判 有些看法 有些我们对事情的预估 可是更重要的是 那观众是怎么做呢 因为我们看到欧元大跌 而且日元今天也扁 那美元的昨天的创新高 我们更关键是台币 其实我们从美德利差 美日利差 我们来看一下美台利差 事实上台币在今年第四季 其实具有非常大贬值的央利 在最新台湾央行的一个说明当中 特别杨金龙有提到 随着外资的进出频繁 其实股市跟汇率市场在台湾 都具有一定的风险 我们就要赶快做进入节目 我们做这个专题 特别是对受险股 不管是美国 大陆 台湾 受险股 非常看 为什么 因为全球的金融业的经营环境 除了不良资产的风险之外 其实它正在快速翻转 我们看昨天晚上美国国债 昨天因为欧洲央行的歌声 那个歌子的歌歌声 使得全球的利率大幅压回 而债券价格大幅走高 因为债券价格跟利率是反向 关门人家记住结论就好了 这个什么原因我们先解释过 你记住债券价格跟利率是反向 说利率一弹 债券崩盘 利率一跌 债券赚翻了 昨天所有国家的债券都在反弹 利率又走低 只有一个国家在昨天收盘之前 利率本来是下压 结果尾盘拉了起来 谁 美国国债 美国十年期国债 昨天收盘又创新高 利率又创新高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现象 因为我们再次强调 十年国债 它是指的全球 指的美国的无风险利率 当无风险利率都不断攀高的时候 关门就妙了 无风险利率 就是所有货币 或金融资产的一个定锚 在不断攀升的时候 会发生什么现象 我们再回来看 昨天美国两年期 短天期的国债 利率 利率 实质利率 创下了九年新高 已经来到1.635 外面有注意 这事实上你去买美元国债 买两年了 比定存 比台湾台币地存都好很多 等一下就要讲台币 美国三十年期的国债 创下六个月新高 这个三十年期国债 跟美国的房地产抵押贷款 是直接正相关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 美国国债市场 再度出现一个变化 而准备挑战 去年 今年三月十三号的高点 所以整个美国国债市场 今天慢慢在隐含一些波动 我们先从美国国债市场 最近变化 等一下我们讲到利差 因为利差 就会扯到汇差 官方就要讲到 台币的第四季了 您的观察 美国十年期的国债殖利率 到底会不会挑战2.6% 我第一个就想到 其实大家可能忘了 今年年初的时候 这个旧的债券提供 葛洛斯说 美国十年期公债殖利率 2.6%是个多空的关键 对 长期关键 对 我觉得再把它当初的话 再看一遍 我觉得也许未来可能会发生 对 他说这个一旦超过2.6%的话 代表债券市场的空头 就此展开 对 那这空头可能是 30年来 30年 对 待会让大家看一下图 他说这个2.6% 比道琼跌破2万点更重要 虽然现在还有一段距离 比油价深破 每桶60美元更重要 也比美元跟欧元来到评价 都更重要 所以为什么2.6% 所以我们现在看道琼2万块 另外是油价值间创高 可是纽约欧元到60块 感觉还很遥远 还有欧元跟美元评价 是外汇市场 加了政治因素在观察 可是葛洛斯认为说 美国在利率2.6%很重要 因为它是无风险利率 这是五个证 无风险利率的定价很重要 对 这个30年的 10年期的这个殖利率来看的话 基本上葛洛斯的意思就是说 其实若有基础面 它就是一个线性的方式往下 对 那只要过了2.6%的话 就是突破它的 长期趋势 长期下降的压力线 或者说就变成破底翻 简单讲 我们常讲的 就是有一个扭转的情况 那但是呢 它这个设了2.6% 那另外 同个时间呢 新债王刚拉克他有讲 大家可能也忘了 刚拉克设的标准稍微高一点 他设的是3% 跟蔡老师估计的差不多3% 升上3%的话呢 这个长期的这个趋势的 就是确定会被扭转 对 那一样这个 债券的多头就结束了 是 那但是呢 它里面还特别提到说 当初呢 大叔 当初让川普选上之后呢 其实 因为川普拖略了很多的这个政策 对 其实川普政策 这基本上都不太顺利 只有最近的这个 税改 跟这个预算案呢 可能开始有点进展 可是呢 他有特别提到 因为税改案推出来之后 让很多的这些企业主管啊 小企业或说消费者的信心 大幅的增加 对 甚至那时候 大家不是说这个GDP 可能会来到3% 是 算是很多人说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重点是 我觉得有一句话很有趣 他那时候有特别提到 在我们节目中 之前好像有讨论过 叫做动物本能 会被激发出来 那大家想想看 动物本能是什么 如果你有看过这个 这个 Robert Sheeler 对 他之前出的书 叫这个动物本能 简单来讲的话呢 动物本能就是一个 就是 不由自主的行为冲动 就是不理性的行为 就我们看到辣妹会流鼻血的概念 对 之前院长所解释过非常多 但是 在经济学里面 他就是一个不理性的行为 什么叫不理性的行为 我们简单讲 如果官方 你再研究一档股票 你研究了一个月 我发现他很多利多 明天开盘我一定要买 对 结果第二天开盘 开低 百分之九十人都不敢买 对 这就是所谓的不理性的行为 动物本能 对 你研究了 准备那么久 对 但是一开低 你就吓到 就不敢买 这是动物本能 那他里面有特别讲到 这个过去是理性的 理性的这个经济 经济动机 其实什么叫理性的经济动机 其实如果看过 院教授 这个索罗斯的投资哲学里面 你有讲到 其实索罗斯一直跟他讲说 投资人是不理性的 这次经济学讲 就是推翻理性假设 对 没错 那重点是 非理性的经济艺术 大家都没有放进去 对 那这个什么叫 非理性的经济艺术 很简单 很说人说 这个少数人无法就业顺利 对 为什么 如果我今天觉得工资太 这个我没有办法就业的话 我就选一个更便宜的薪资 来就业就好 可是为什么你不去就业 因为你觉得 你心里不舒服 我觉得不合理 所以才会导致这种情况 那现在全球的这个资产价格 都是透过过去 不理性的追价 那现在如果变成 这个结束的话 同样不理性的杀出的行为 也会出现 所以这是后面 我们要关系的一个重点 我讲话可能得罪一些前辈 其实官方讲 你在银行的内部 核心内部 不是分行 很多主管 现在很多台面上的总制备 副总制备 其实他没有什么能力 为什么会变变总制备 因为国债市场 债券市场长期的多头 利率长期的下滑 外面有 今天万民哥 为什么能做 东森银行的总经理 就是因为他在年轻的时候 买了大量的债券 这个债券也是很长 有十年到期 二十年三十年到期 功劳大了 因为我们银行的基础 都是万民哥给借下来 可万民哥真的有那么才华 没有当下就买了 按一个按理就买了 谁知道债券多头走那么久 现在所有的长期部位 可能是我当年 五年前借下来的 十年前借下来 二十年借下来的 加时空反转 是个空头话 今天万民哥 可能你在乞讨了 你知道吗 所以今天很多银行的主管 这个我跟很多银行的业界聊一聊 其实有的人自省 就是说 其实我今天做的位置 我自己心虚 并不是我做对 而是风来了 猪都会飞 你知道吗 所以很多银行的猪 都在飞 你知道吗 并不是这么了不起 喝红酒来干嘛 其实没有 就是按一个按钮 那怎么变成副总 也不知道 就这些债券走多 一旦反转 妙了 很多猪就回到柵欄去了 谁买的 当年这些债券谁买的 说朋友 其实这债券上走长多 我的意思是说 因为我们活在一个 很久很久的思维 已经变成惯性了 这惯性有多久 三十年了 世光今年才四十一岁 你知道吗 上一次的债券 有空转多 也花了五年的盘整 所以等于我六岁的时候 六岁我开始认识智时候 债券就是走多 我一辈子所有的环境 都是债券多头 因为这债券多头 从盘底到走多 我这样画的是利率 这是我一辈子 可不过没有 我下半身可能会出现 很大的转折 你知道吗 这变化就很大的 所以我要请教一下 这个雨农 我们观察 这边有几个东西 第一个就是德国跟美国的 十年债的利差 因为美国国债利率 昨天继续创高 德国国债利率 昨天出现拉回 使得这个债券利差 观众朋友们 我们现在是把利差做导数 导数 往下代表利差过大 往上代表利差过小 所以我们是导数 为什么要导数 因为我们要看欧元对美元 观众朋友们 注意到白色线是欧元对美元 这个黄色线是 德国跟美国的利差的导数 所以我们看到 他们完全正下关 为什么 利率是货币的价格 所以利差变大的时候 大家欧洲的大妈们 就会把欧元灌成美元 为什么 因为我存两年前的美国国债 比存在欧洲 买负利率的国债 报酬来得高 那另外 第一个人买了 第二个人也会买 第二个人买之后会产生现象 就是美元对欧元升值 所以第三个人看到什么现象 第一个 存美元会得到比较高的报酬 所以他就去做理专了 他就跟欧洲大妈们说 你看我们把欧元存到美元去 第一个利率比较高 第二个美元比较强 可以赚到资本利得 也可以赚到利息报酬 所以他们是完全高度正相关的 随着利差的扩大跟缩小 会决定欧元跟美元变化 随着现在利差扩大 欧元出现非常大变责压力 在今天你创新低调 来到了1.16 整波欧元对美元的头部 头部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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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成型了 所以一个是美债赶快降温 一个就是欧洲的战券 利率赶快反弹 可是现在看不到 所以欧元的跌势 看着要开始了 另外我们看一下 日元今天的大扁 所以我们看到 这是美元指数创新高 我们看日元的大扁 日元对日美之间的利差跟日元 光明会觉得这两条线分不出来 完全一样 就是整个日元的涨跌 跟安倍一点关系都没有 其实都没有 像金融界来讲一点都没有 完全是跟美国跟日本的利差 就是杜比燕太太的 Carrie Tree有关 所以现在因为美国利差往上谈 利率往上谈 而日本利率没动 所以美国跟日本利差越来越大 现在日本大妈就是把日元换成美元 第一个赚利息 第二个赚会差 所以日元在今天也扁破了 114块以上 开始往上做贬值 好 观众我们就要讨论问题 你说日元欧元 有欧洲大妈 日本大妈 那台湾大妈怎么办 好 观众我们看一张图 就是台币 这是台币跟美国的利差 观众蓝色条线是美台的 十年债的利差 中华民国十年国债 跟美国十年国债的利差关系 那因为这图我们时间趋走 抓得比较短 所以感觉不像刚刚欧洲日本 那么紧密 我们看这个现象 观众我们先看利差 这是利差 这是利差 我们从去年开始 观众这条图是往下的 整个区间是一路往下的 也就是美台利差在缩小的时候 台币往下是代表升值 台币是往下做升值 什么时候不升值了 30块是不是一直突破不了 因为台美之间的利差 中美利差平缓了 台币就失去了 继续往下升值的空间 那现在呢 观众现在美台利差 开始拉开来了 观众你注意 这个利差拉开来 代表台币已经出现 贬值的压力 我们先讲结论好了 观众先注意到 当利率的循环 利差异的环境 会对于很多金融业 产生经营本质的改变 这是个超级周期的发展 从短期做观察 而台币贬值 对于持有大量的外币资产 或是依赖出口的产业 在未来的几个季度 会产量大量的汇兑利益 所以观众 你要目前在台北股时间 杀很惨 可是为什么金融股强 观众 第一个 利差异环境改变 这就是5块钱买望虹的概念 另外是汇兑利益概念 所以我请教宇宙 我们要从利差的观察 你再帮我们做解读一次 这是欧洲央行的动作 可能会使得间接 间接在今天台币走别 您的观察 对 其实在昨天 欧洲央行的会议 其实确实他这个 让他买债的时间把它拉长 额度让他变少 其实造成整个全球市场 真的不确定因素 大幅度去做一个增加 为什么 因为其实我们先看一下 这张图形 就是其实之前欧洲讲说 他要把购债时间去做延长 最主要原因是因为 他们的通膨 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 他就是利用了一个 一般市井小民感受不到的素质 来去做他的决定他的政策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个重点说 虽然说经济是往上沉 但是可以从这样一个状况来做观察 第一个 利差昨天大幅度的去做一个扩大 扩大的一个趋势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过去 只要他这个利差一缩小 其实欧元就是升 只要一扩大 欧元就是跌 他的整个方向性是一致的 那你说当欧元贬值的话 那其实对于整个国际金融资产的 一个变化 利差交易 就会产生很大的一个转变 所以明年二月过年 可以考虑欧洲玩 你先订金票 可是欧元票其实都换 有可能出现很大的一个贬值幅度 对 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个 他会有一个内在的一个变数 跟外在的一个变数 我们必须要去来探讨 这个金融市场上的变化 因为其实最近整个 全球市场这几年的一个人工美 我们不得不承认 他让整个金融资产膨胀了 大概是300%以上 对 那我们可以看到 目前整个欧洲地区的 垃圾级债券 就是DoubleB的垃圾级债券 垃圾债 他的利率其实已经在上个月 超过了美国五年期的公债 低过美国国 对 低过五年期的美国 这问题来 垃圾债利率比美国国债 来得低 代表美国是垃圾 官媒 你知道吗 金融市场是讲实话的 美国就是垃圾 美国人也是垃圾 为什么 因为市场是这样反映的 美国的债券利率 比垃圾债来得高 美国的信用就是个屁 就是垃圾 官媒 你可以这样解读 一个是市场扭曲 这不对 假如没有扭曲 官媒 你相信多头的话 就代表你衷心相信 美国就是个屁 美国就是一个垃圾 而且对 这是第一个 我们从表面上第一个 美国到底是不是屁 另外一个重点是说 如果说全球真的走向一个 升息趋势的话 这个地方发生巨变 会造成很多公司 可能会有违约的风险 那也说其实这整个 钱太好借了 对 整个国际系统的 一个变化就会非常距离 另外一个是内在的一个变数 我们可以看到 因为目前美国的 十年期公债的这个利率 跟这个两年期公债的利率 其实它的这个 利差 利差不断地在做一个缩小 那其实会造成这样的原因 有几个部分 第一个就是通膨 因为美国的CPI PPI 不断往上去做一个增加 另外一个是他们预期 未来的经济成长率 可能会呈现停滞 对 那因为这样一个时空背景 造成它的利差 会不断往上缩少 所以宇龙讲到我们昨天重点 我们昨天不画资率曲线吗 官媒就建美准备那个图 资率曲线在走平 可整条线往上移 其实有恶性通膨的压力 对 而且这会有非常非常大的风险 因为其实曾经过去这20年 曾经发生过两次这种利差 比较大幅度去做一个缩续 一次是在2000年网络泡沫之后 在这个地方 结果之后就是整个股市大崩盘 另外一次在这个地方 它整个利差两年期公断 甚至是它的这个 10年期利差变成负的 对 那个时候就发生了金融海啸 那现在它不断再去做一个缩小 这个部分 大家就去做一个留意 那么另外我们可以看到的 一个部分就是说 在昨天这个因为欧洲延长了 他们这个所谓的一个QE 那好像神救援的美股 因为昨天这个消息一出来 美国伍斯的期望是大涨100多点 因为确实过去历史经验是这样的 因为它这个利差一扩大 其实过去只要这利差 不断往上去做扩大 其实美国基本上不会跌 对 因为钱会往美国走 对 但是如果说它出现拐点的话 长期出现拐点 可能是一个重大危机 因为市场上语言就结果统计过去20年 只要发生重大拐点 大概就是美国跟德国的这个债券利差 出现拐点大概延迟个两年 对 美股就会崩盘 官方朋友你要注意到 我们刚刚讲是德国人 现在把钱欧洲人汇到美国去 要赚汇差跟利差 可是官方朋友我们先回来讲 因为昨天德国股市涨1%多 美国人投资德国股市 德国股市昨天涨1.6% 可是因为美元对欧盐升值的意思 什么意思 美国人拿美元投资德国 没有赚1.6% 只赚0.6%不到 因为汇率对欧元是吃亏的 对 其实这个部分我觉得 影响到台湖就非常非常深 因为其实刚刚是有讲 如果说新台币升值的话 其实从过去的经验 只要新台币贬值 那其实对台北股市在讲 其实不见之好事 因为这边往外流 往外流那可能就会造成台北股市的 因为这边都怪不得非常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